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休斯顿的新房子 我们介绍的这个新房建商叫Trainmaker Trainmaker在休斯顿所建的房子的价格区间 基本上是在55万美金左右 到六七十万七八十万一百万左右不等的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建商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建商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户型是一个之前我很少介绍的户型 也是最近几年刚比较流行的一个户型 这个户型一打开门就是通天的高调亭 所以你一打开门就会感觉很哇塞的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这个户型 可是你又不喜欢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小区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在你喜欢的某一个位置找到这个建商所在的楼盘 说不定这个建商可以在你喜欢的那个位置也建同样的户型 可是每一个建商在每一个小区 它所标准的户型都是有他们的定位的 比如小区的档次价位区间等等 那我今天介绍的这个户型如果建在湖边的话 那可能会是在七八十万左右的区间 那它的起建价格是63万多美金左右的这个样子 如果您不建在湖边的话那差不多70万左右也是能盖起来的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修盾地产感兴趣或者是对修盾投资感兴趣的话 欢迎随时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我们现在看房子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 是一个很现代风的房子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车库 这个房子是三车库或四车库的 为什么会有改变 是因为你可以选标配三车库 也可以加钱加一个车库 现在我们看到门口的这些花丛都是会 就是到时候都是会弄掉的 会把它做成这种进车的dry way 然后车库是在这样侧面 然后我们从正面看一下 好了现在我们就要进房子咯 很多人来看房 因为这个小区买得非常好 一开门就要惊艳到你才行哦 看 一开门就是这种通天的高调厅 非常漂亮 这门的右手边像是一个书房 这个房子有两面窗户 所以整体的感觉很亮堂 就是这种感觉 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两面窗户 看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是它整体的客厅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边是一片窗户 然后再往这边看 这是窗户 这边是窗户 再往客厅的里面走 看 然后它的厨房这边也有窗户 所以呢这个房间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朝向 都会非常亮堂 就是因为一大面窗户 还有旁边的 这些窗户 所以这个房间是哪里都亮堂的一种感觉 而且是通天的高调厅 给人的整体感觉是 很棒 很宽敞 很open的这种感觉 这个房子的旗舰价格是63万5 旗舰有旗舰价格 那是因为一个新房子 你可以有很多的加装 加装升级 所以旗舰价格只是一个基础的价格 那这个房子能建到跟量满建 差不多的话 会在75万左右 也可以选择湖景的地 湖景的地可能要加价5万左右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来到的主卧 我们从这边看一下 它这个主卧的窗户也很漂亮 而且主卧很大 从这边看 看主卧多大 这个床是一个king的床 然后它的吊顶是这样一个糊涂的 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很精致 很漂亮的那种 如果你这个房子建在湖边的话 那你主卧望出去 这个窗户外面就不会是 不会只是草地 而是湖水 不多美 好了 现在我们看看它的洗手间 洗手间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但洗手间有个小心翼 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大镜子 所以您坐在这个地方 化妆的时候旁边有个大镜子 真的是好爽 这就是整个洗手间 walking式的淋浴间 也是两个浴头 这样的 然后旁边又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这边有一个男士的衣帽间 男士的衣帽间都很大 这样非常大 就这么大 其实也算男女衣帽间吧 因为它旁边呢 还有一个更大的衣帽间 这个是女士的衣帽间 这样一个很大的衣帽间 这个女士衣帽间出来 就是一个洗衣房 它的这个理念就是说 主人有什么 这个衣服要洗 就直接从衣帽间扔到洗衣房 然后从洗衣房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那其实这个洗衣房 可以直接通到客厅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的理念就是 从楼梯旁边 这边进来 你可以去洗衣房 然后你也可以去那边的车库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房间 这是一个套间 这个套间是带洗衣间的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设计 其实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婴儿房 因为孩子很小的时候 住的这个地方 离主卧比较近 就方便照顾孩子 然后也是有一帽间 然后过来之后也是有 一个独立的洗手间 然后这就是我们看的一楼的这个构造 我们现在上这边来看看 现在这边呢有个门 你看这是一个车库门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边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客位 客人用的洗手间 它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厨房 厨房还是有新意的 一个非常大的厨房 然后漂亮的早餐厅 如果你买的湖景的话 那外面就会看到的是湖 而不是树林了 非常美 厨房 室外厨房就是一个这样子 然后它里面看 打开这个门 直接里面有一个中式厨房 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 买了这套房子基本上是湖景 室外厨房 室内厨房 什么都有了 然后您可以像我弄的 我们家房子一样 把这儿换成方态的抽烟机 方态的炉灶 然后上面再换一个 中式的方态抽烟机 简直就是完美 好 这就是一个一楼的整体构造了 我再从这个方向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上二楼看一下 到了二楼之后 先一上来 就是一个gameron 打个台球 玩个沙湖球之类的 然后呢 旁边是一个放映厅 放映厅 往这边走 是一个套间 房间非常大 这旁边是套间的洗手间 但是这个洗手间呢 是这边又开了一个门 所以说 您可以在gameron玩的时候 来这个洗手间 也可以把这个门锁掉 直接变成套间 然后在旁边 还有两个卧室 还有两个卧室 右边一个 这样的 都是queen的床 所以房间还是很大的 我最觉得特别的就是这个飘窗 这个房型的设计的飘窗 真的是非常好 看个书 看个包 休闲一下 喝个小咖啡 然后呢 这个样板间是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设计 但是您也可以 再升级一下 把它变成都是套间 也就是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洗手间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床也是个queen的床 所以这个房间还是很大的 你看 非常大的 一个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从这边出来 就是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那两个房间 刚才我们是从这边进来的 然后我们刚才是从这边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感觉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套房子 这是一套新房 Trainmaker这个建商的房子 起价63万5 但是加上很多的家装升级的话 可能会在75万左右 你也可以选择胡锦 如果说您不需要那么多家装升级 那65万左右也完全都可以做得下来 如果您对这个新房子感兴趣 或者是对秀村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的观看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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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